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诺 苏佳 你终于来了 你知道吗 我等你很久了 不要 不要 我不要待在这里 安儿 快来救我 苏佳 苏佳 安儿 我在这儿 安儿 别离开我 好 我不离开 救我 夜亮如水最终化 死去的灵魂了 喝点水 休息一下 这个是戒指的设计图 好看吗 好看 我老婆设计的 怎么会不好看 谁是你老婆 Windflower 这是她的名字 Windflower 好听吗 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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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魅力纤细,就如同脆弱而易逝的爱情。 脆弱而易逝的爱情吗? 嘿,爱儿,嗯? 喂,你好。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回国的。 好,就这样。 你要走? 我会尽快回来的。 就几天? 你骗我,你们都骗我。 你不会回来了,你们都不会回来了,是不是? 是不是? 苏佳,苏佳,不走了。 苏佳变得越来越敏感。 只要我一离开她的视线,她就会焦虑不安。 你别走。 好,手又滑破了,先别画了,你乖乖坐着,我去客厅拿医药箱给你包扎,好吗? 难道,这就是舅舅说的心理依存症? 苏佳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有严重的心理依存症。 心理依存症? 患有心理依存症的人,会对某个特定的对象,最有严重的心理依赖和强烈的占有欲。 一旦发现那个人离开自己视线,就会变得焦躁不安。 神经质,严重的甚至有暴力倾向。 以苏佳现在的情况看来,非常危险。 危险? 你说苏佳会有危险? 不是她,是你。 我? 你知道,她上一个异存对象是谁吗? 苏佳? 是的,但是,苏佳死了。 苏佳,她真的死了吗? 苏佳,你说什么? 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可以改变,但与生俱来的印记和天赋也可以改变吗? 苏佳,我订了去法国的机票,我们下午出发,一起去看安基罗医生,好不好? 我不去,我没有病。 我知道你没有病,我们只是去探望一下安基罗医生,他是你的朋友,不是吗? 那,那好吧。 哦,对了,作家,你的鸢尾兰戒指能借我几天吗? 啊? 医生。 苏佳的心理依存症比一年前严重了很多。 埃尔先生,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在一年内,让他的心理依存对象变成您的,而且还恶化到了这种程度。 我…… 我没有责备您的意思,但我需要了解,这一年里,苏佳经历了些什么? 我回中国的那天,你不会回来了,苏佬不见了,你都不会回来了,是不是? 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 嗯,医生,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请讲。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个人在心理上抛弃了原本的身份,而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活下去? 嗯,这种情况,也不是没可能。 那您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 这个太复杂了,有可能是对那个人太过羡慕,想要变成他。 也有可能是因为太爱他。 爱? 嗯,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占有欲。 一个人,想要完完全全地占有另一个人,于是就杀了那个人,再以他的身份,替他活在世上。 医生,我明天必须回雅典堂,大概要走几天。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您能帮我照顾一下苏佬吗? 我可以帮你照顾他,不过,你最好保证你的手机时刻长通。 他见不到你,一定会不停地给你打电话,我会的。 医生,有一客人想见你。 知道了,那您忙吧,我先去准备了。 黑迪斯夫人。 你是,艾尔,你是和苏佳在一起的那个,艾尔。 您不记得我了吗? 艾尔,你快离开她,快离开她。 她不是苏佳,她是魔鬼,她是魔鬼。 你冷静点,对不起,我母亲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她的话,您别在意。 夫人,医生在等您,请跟我来。 不是苏佳,不是苏佳,是魔鬼,是魔鬼。 苏佳,她还好吗? 她,嗯,还好。 那就好。 你恨她吗? 以前恨过,现在,她是我的哥哥。 Oh, the little boat, take me down the stream. Mer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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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s but a dream. Sorry, the number you are calling doesn'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again. 阿尔 你在哪 阿尔 那女人手上的事 冤枉蓝戒指 冤枉蓝戒指 是每一代 塞住特洛斯继承人 送给恋人的定情信物 你的冤枉蓝戒指 能借过几天吗 原来如此 阿尔 你骗我 你骗我 喂 我还有五分钟时间 有事快说 苏家失踪了 什么 苏家看到了阿尔 有疑惑的调整 我连移不上艾尔 你怎么搞的 明知道苏家情况 还让他知道这件事 你 他可能是到牙顶去找阿尔 另外 看一下你后面 恩情 你 你怎么会在这 先上飞机再说 我们得尽快找到苏家 否则 你参加的 将是一场葬礼 是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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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花嫁 啊 这么说 花婿还没有出来了 我听到有点评论 但是 也有什么 有什么 先生 您看怎么样 表哥 你真是越来越帅了 这西装真好看 是吗 给我杯咖啡 您的咖啡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先生 您的衣服 这可是专门订做的 结婚礼服 那 那我 你马上去店里 取一件相似的过来 靠 我马上去 我马上去 让你准备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都在这里 电器检修装备 头盔 还有口罩 这是车钥匙 不过表哥 沙海家小姐 是真喜欢你 苏家还在法国等着我 我是来送咖啡的 苏家 你怎么来了 怎么打门成这样 苏家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你没事吧 我正要逃出去找你呢 安静了一声呢 没时间了 我们快走 小罗 你拖住他们 梅罗 艾尔森呢 没有 我也刚到 表哥他不在这 人在说谎时 总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 比如指尖 不自觉的弯曲 梅罗 你伸手指了 我骗你的 说吧 艾尔到底在哪 他逃婚了 逃婚 那他逃去哪 不知道 对了 表哥跟苏家一起走的 糟了 怎么了 头好疼 苏家 苏家 你醒了 苏家你 你打晕我做什么 还把我 绑起来 绑住你啊 你就不会离开了 离开 我为什么要离开 是啊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你明明说过的 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可是 为什么还跑去跟别的女人结婚呢 你骗我 你们倒骗我 我没有骗你 那场婚礼 都是我外婆一手策划的 你来的时候 我正要逃婚去找你 那我的月尾兰戒指呢 你只说借记天的 为什么还不还给我 我不能 因为我 因为 因为 你已经把她送给那个女人了 是不是 是 不过 你骗我 不过 那已经不重要了 还是无法接通吗 该死吧 苏家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不是苏家 你 你说什么 那个人不是苏家 你什么意思 三天前 黑提斯夫人来过我的诊所 她带来了两份心理病例 和一本苏诺的日记 我才发现 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错误 是 什么错误 我一直以为 苏家从小患有心理依存症 所以 当苏诺决定去美国时 他深受刺激 导致情绪失控 将苏诺推下了海 也可以说 是为了逃避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所以前一时 选择了忘记那天发生的事情 可事实确实 从小就患有心理依存症的 不是苏家 而是他的弟弟 苏诺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的苏家 不是苏家 而是苏诺 你说什么 你说的那些 有证据吗 沙耶 你看过苏家的身体吧 怎么突然问这个 那么他的胸口上 有没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有 形状很特别 就像一朵 wind flower 黑地斯夫人说 虽然是双胞胎 但那块胎记 却只有苏诺才有 就如同他的左手一样 是受神宠爱的证明 左手 左手 苏家的左手 我之前一直显不明白 为什么世界上 会有两个人 拉提琴的手法 如此相似 甚至连极细微的习惯 也如出一辙 就算他们是双胞胎 也太过一致了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就解释得通了 可是为什么 苏诺要以苏家的身份活着 看了他的日记 你就明白了 哥哥今天终于 答应陪我去参加比赛了 其实比赛什么的 我根本不在意 能和哥哥一起出门 才是最让人高兴的事 国外的女孩子 怎么都这么开放 好想把哥哥 锁在一个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这样 他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头等舱真好 没人来打扰我们 哥哥在我边上睡着了 可惜不能一起 坐到云朵上 或许海底也不错呢 只要跟哥哥一起 很漂亮的戒指 是不是 看 你戴着它 真好看 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求婚 婚姻就像 Mind Flower一样 脆弱一事 只有死亡 才是永恒的 这个苏诺 真是恋凶成狂的 十七年前 苏诺 曾提出要带苏家 一起去美国 但是 遭到了拒绝 一方面是自己的音乐梦想 一方面 是无法割舍的兄长 于是 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杀了苏家 该隐杀死了亚伯 神说是因为嫉妒 可我知道 那不是嫉妒 那是因为该隐 太爱亚伯 所以杀了他 让他的血 和自己的血融为一体 这样 连神都无法将他们分开 苏家 如果我杀了你 和你血脉相容 是不是 连神也无法将他们分开了 真是个疯子 艾尔现在很危险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 该死 这个疯子 他会像杀死苏家一样 杀死艾尔的 疯子 像杀死苏家一样杀死艾尔 海滨 你在害怕什么 不 我只是 是艾尔 喂 苏 什么传说 传说 在这悬崖底下 海满船 犯了 犯了杀心之罪的人 会被送到那座水牢 他们在斯里昂山家 艾尔在向我们求助 我们得赶快过去 艾尔坚持不了多久 杀心之罪 你知道 艾尔为什么杀死亚伯吗 神说是因为嫉妒 不 那是因为 艾尔太爱亚伯了 所以 杀了他 让他的血 和自己的血 融为一体 这样 连神 都无法将他们分开 所以你杀死了 自己的弟弟吗 还是说 哥哥 谁知道呢 我们走吧 停下 快停下 别过来 好 我们不过来 你冷静一下 苏诺 苏诺 医生 你为什么叫我苏诺 苏诺 你走过来一些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不 我不想知道为什么了 艾尔 我们 走吧 让我和你的血 融为一体 这样 你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苏驾 快停下 否则我开枪了 艾尔 苏驾 别过去 苏驾 我决定去美国了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走吧 走啊 你以为走了 我会伤心吗 你以为 我没有你就活不下去吗 苏驾 你说什么 你以为 我很愿意 当你的陪衬品吗 你以为 坐你的影子 我很开心吗 上天真是不公平啊 明明我们 长着一样的脸 大家看到的去 只有你 明明我们 长着一样的手 却只有你是天才 我无论怎么努力 都没有人会看我一眼 我一直在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你就好了 没有你 我就解脱了 苏驾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知道吗 我虽然舍不得你 可我想着去了美国 只要能随时回来看你 你就不会忘了我 可现在你却说 我走了 你就解脱了 我真的好难过 所以 我改变主意了 苏驾 跟我去地狱吧 在那里 你将与我同在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放开我 苏驾 你疯了 你这个疯子 我是疯了 我很早就疯了 苏驾 我会在地狱等你 一直等着你 一直等着你 苏驾 到最后 我还是要和你一起 待在这冰冷 黑暗的地狱里吗 苏驾 我在这里 快抓住我的手 艾儿 为什么 你叫我苏驾 因为 我爱的人 叫苏驾 真希望火车能快点 是啊 这样就可以快点 看到大海了 我看到了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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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要火 两只要火 跑得快 跑得快 妈 今天天气不错 我们出去走走吧 安静老 你如果三分钟之内 还不出现的话 就滚回你的诊所 和精神病人约会去吧 真是个心急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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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戒指,真漂亮 诶,上面有花纹 是windflower呢 上面还刻着一行字 From Saga to Airload